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张伯里一直致力于推动中西医结合 中西要病重 面对中西医两种不同的体系 寻找到结合点是一个关键问题 在他看来 中西医有各自擅长的领域 最重要的是优势互补 将患者的疾病治愈 我们希望在一个病的时候呢 西医发挥西医的长处 中西发挥中医的长处 如果能够结合呢 优势互补更好 你像这个 我们说了 在重症的病人 就新冠病毒重症病人 我们一定要强调中西结合 因为病人发展很快啊 你中药起效慢了 等你还没起效 人就没了 所以我说呼吸机也好 埃科毛也好 是必须要上台 这是要保密 但是他有些个病人出现的症状 高伤不退 神志不清 贪念 咳不住 肺的身都不吸收 这些问题呢 西医有很技术 中药有效果 所以对这个病人西医保重命 中医来用这些药 改善这些症状 改善这些病例 共同其道 把病人治好 所以真正治好的 你就别分了 哪点是西医的 哪点是中医的 西医的贡献是百分之几 没有必要救命多 所以这就是一个 我处于一个典型的案例 张伯里谈到 他对中西医结合非常有信心 这是大势所趋 像糖尿病 西医降糖 中医治疗病发症 西医药的降过血压的效果非常好 但是高下医疾的把器官的伤害 西医药没有什么样的可视 中药有 这都是结合点子 这是大势所趋 必须是这样的 所以原来我提过西医的 中医的理念 西医的技术 一结合就是未来的疫情 为何只有在中国的文化体系下才能产生中医药这样的医疗体系 张伯里介绍 中华民族更续不断的悠久历史 造就了如今积累深厚的中医药体系 中华文明的包容性 创新性和时代性 让其永保进步的活力 也为中医药持续发展 提供动力 古代的科技的水平 就是它没有实验科学 它主要是一个观察 很多就在实现中慢慢的 不断的历代去积累 历代的去丰富 升华 先充血 后来有了经过 后来有了不同的刺 一直到现在的真正 所以我们中华民族的总先呢 非常的聚会 又善于总结经验 它已经能发生到今天 自成体系 所以到了今天 西药当然只有两个药过了百年 阿斯匹林 消耗肝油 我们的金贵肾气 2000年还在中 为什么 就是它的源于自然 它是多个药著称的复方 它的生命是持久的 21世纪是复方的世纪 对待复杂性疾病 中央这种调理 这种复方的多把效应的治疗 是方向